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转想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一个 增加一个区域的一个多极展示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圆形 看一下圆形图 这是我们点一个不显区域 然后这是一级区域 多极展示呢 就是说我们再点一下 这是一个区域 我们再点一下区域 这里面会显示一个 这里面一个街道 二级区域 这是一级区域 这是二级区域 我们主要加一下这个彩蛋 点击我们这里面的二级区域 它就加在相应的一个数据 好 这边 这边是显示 我们刚才显示的一个 选择的一个区域 好 把它改回去 首先看一下 我们今天加添加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按照我们的一个木屋模型 model 增加一个l info operation 就是获取区域的这个列表 微有就是进行一个展示 event 就是把我们这些mov 连接起来的一个事件 首先我们看一下 按照我们这个步骤 我们进行一下添加 或许区域的这个 这个接口呢 我们可以 我们通过抓取啊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 Cities 一个字典 这是一个城市名称 一级区域 看一下 一级区域朝向区 朝向区的一个街道 这是一个街道的一个数组 然后这是东城区 这是又是一个数组 这个结构 看我们的model应该怎么来定义 首先我们加一个 添加一个l info 叫l info 这里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被dinfo继承 这里边有哪些属性呢 看一下 你这里边有一个 首先它这个名称 我们就用G类的一个name来标识 还有一个数组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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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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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一下我们这个解析的一个函数 看看商务 其实我们这里边 好 这是一个 info name 然后id这里没有就把它去掉 name就等于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distressed name 这是一级区域所显示的一个名称 然后info 这是二级区域的一个数字 object 这里边有一个info 这就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名称 我们这里解析的时候呢 它是通过我们的一个distressed字典 这样我们就解析出来了 把我们这个实体 一级显示的名称就是内蒙 二级的一个数字呢 就是neighborhoods里边的一个区域 这里边的一个二级区域的一个名称数字 好 然后加了ifinfo之后 我们再加一个获取这个列表的一个操作 s 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操作 我们这里边呢 可以写一下 进行一下解析 这边import info 然后呢 这是info 首先 首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sities 获取我们这个数字 sities 这里边是一个sities数字 它里边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要的一个列表 sities sities 然后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获取北京 北京这个字典 dnc ct4.object 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所要的一个 一个内容 好 其实这个呢 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这里边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这里边这一部分 然后 dnc sities 然后再解析出我们这个info的这个字典来 我们这样我们就operations讲完了 我们再加一个对应的wheel wheel里边我们就加一个info 就是我们加一个info 加一个info vdata fs vdata 这是我们的一个vdata 我们先整理一下我们的一个代码 好 我们再加一个这个vdata对应的一个sale 就是sale 来组成我们的一个vidget fx l sale 这是我们的一个sale 它其实呢就是调用我们基类的一个方法 可以直接调用基类的这个设置 来严格的一个标题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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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拷贝过来 这里边呢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优势服 默认高度我们称之四 然后这个获取数据的这个操作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ofs getl 整个url 选择操作呢 点击之后 我们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选择 进行一个事件的处理 我们先一会再进行一个完善 然后我们再进行参加我们的一个 XIP文件 然后再添加我们的一个对应的一个 这个Vidget呢 我们改一下这个池子 对应的一些属性变量我们进行一个更改 然后做一下时间的关联 这上面我们加一个其实是一个table wheel 改一下它的一个坐标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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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进行一下 一定要注意设置一下 否则的话在不同屏幕上 它会显示有问题 所以显示的不会填充整个屏幕 这个sale呢 我们再进行一下事件关联没有 关联完 做一下这里面的一个关联 然后 然后table wheel 这样我们这个 然后 LVidget就完成了 然后 Vidget里面显示的单元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sale要设置的一个nail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sale 这个sale呢 同样 改一下它的一个lay 那么包括设计呢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开发 这里标识符是为了加载这个sale的时候的一个重用 重用的时候用到了一个标识符 给它一个title 显示我们区域的一个名称 好 这样我们就加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现在那个程序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没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的原型对比一下 看圆形呢 它这上面有一个条 我们再把这一部分加上 我们再看 我们这样我们这个区域就加完这个列表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下一个完善 看我现在已经加上了这个条 顶部顶部条 然后它有一个背景色 背景色是什么颜色 它的一个宽度呢 我们可以通过取色工具 在这里面进行一个点 进行一个量曲 看它的一个宽度 这样我在这里面进行了一个事件的一个关联 所有的这几个按钮呢 所有的这几个按钮呢 都关联到我同样的一个 都select button 把它的事件处理如何来区分呢 不同的button 我给它设了一个 tg 这个是1这个是1这个是2 看这里面 然后呢 看一下我商户配置 我在这里来进行区分 我等1就是添加我这个一级区域的一个操作 然后再做对按钮呢 对这个按钮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个更改 我们运行再看一下效果 好 这里边我们再添加这个商户配置呢 看我们这里边有一个content backview 这里边就是放我们 看一下 content backview就是放我们这一部分内容的 就是这一部分内容 看一下我们这个商户配置 这一部分就是一个content content backview 然后上面这个条呢 就是我的一个栏目条 看有没有一个事件 aerial backview 啊 这个不用加一个 有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看 啊 这时候没有加上 没有没有 显示我们这个条的原因就是我们这里边 在添加这个商户配置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里边就不是self聊聊了 是我们的一个content backview content backview 再运行一下 看这样就出来了 那我这个条 这个图线区域这个已经出来了 我点击一下 啊 他这时候就有这个 选中的状态 这样就有了 现在我们要处理的就是点击这个不线区域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一级区域展示出来 看我这里已经写了一个事件 点击 点击这个区域的时候 看一下 点击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一级区域给它添加上 添加一个一级区域 我这里边写了一个 这里边是一个空的函数 看一下 空的一个函数 首先我们一级区域 区域的列表 我们要加一个 我这里边定义了几个变量 先跟大家说一下 一级区域的一个背景 然后二级区域的一个背面的一个位有 然后一级区域跟二级区域统一 放在一个aerial backview上面 这是我的一个背景 围有的一个设计 我们看我们这里边再加一个围有 这个就是 L L backview 然后 我再加一个围有 在backview上面 这是我的一个contentview 这是我的一个aerial 把它放来 其实是一个评级 下面这是一个leftview 改成一个0 这也是一个0 也是一个0 这是160 这高度 36 这是左边的一个区域 我们再把右边这个区域加上 它的一个坐标160 我们进行一下事件的一个关联 这是左边的一级区域 这是二级区域的一个背景 围有 然后这是我们的aerial的一个backview 好我们做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添加了 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添加了 把我们的aerial 这里边 first 这是1级 1级区域的一个 然后reavigit 去 second 二级区域 然后在添加之前呢 先把我的一个一级区域 删除掉 防止重复添加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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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vigit 了 lok meat 然后设置一个 holder sale 然后 然后reavigit vue 点 vue 等于 放 left view 点 boss 然后 再把它添加上 好 这样我们的一个应急区域就讲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 这边其实是用我们的这个aerialbackview给挡住了 我们可以先把把我们的backview挡到后面去 再看一下 这样就添加上 添加上之后呢 我们在添加的时候还是需要把我们的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里 add first aerial 把我们的aerialbackview挡到后面 到前面来 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1G区域 1G区域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到它有一个看不到后面 我们可以把它的背景改一下 clear color 这里边其实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我有的卡了 看我们这两边1G区域就有了 在点1G区域的时候 处理一下实验 在显示我们的一个2G区域 看一下 添加我们2G区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写上 Idem Next area 这个就是我的write 这里添加的时候 它是取决我一个一级区域的 一个lmueinfo一级区域所选择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要把它加上 它的一个书组呢 一个listdata 其实就是我的info里边的一个neighborhoods 这样我的一个二级区域就加完了 这是一个数据类型的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换成一个s mute 好 编译通过 编译通过之后呢 看一下这是点击了一级区域之后 我们要做的一个处理 就是说 首先我们获得点击的是什么 获得点击的一个尸体 然后我再把二级区域给加上 再运行一下 一级区域在点一级区域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一级区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l widget 我没有处理它的一个事件 首先我们可以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 pono 记得select indexpass0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 包含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商户配置 看我的lg区域就有了 这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数据呢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这里边 统一加的都是aer 看一下 因为在aer的时候 如果是二级区域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从服务端去获取数据 我们这里边再加一个变量 去看看 把它加一下 还有区分呢 是一级区域 还是二级区域的一个分质 if 如果是 cf 等于空 说明它就是一级区域 如果是二级区域呢 它那个-if 就是我们的一级区域的一个尸体 这是我们的添加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pair-info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pair-info 这个二级区域的一个负类的一个尸体呢 其实是我们一级区域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尸体 一级区域 看着就是二级区域 二级区域 然后我们再点击二级区域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 也要进行一下区分 if cf.pair-info 等于空 说明它呢 是一级区域 点击的是一级区域 else 否则呢 选择的是一个二级区域 second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区分 我们再看它的一个效果图 发现它呢 看一下 一级区域跟二级区域的一个背景颜色不一样 我们可以也可以设一下 如果是一级区域的时候 打起码 拨抢 拨抢 Table 用的 background 颜色 Ground 颜色 一级区域就是一个灰色 light 一级区域就是一个是二级区域 区分一下不同的颜色 我们进行一下区分 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二级区域 不同在点击二级区之后 我们可能还需要刷新一下数据 看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效果图看一下 把我们的手机进行一下一个效果图 点击二级区域之后 它就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加载 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这里边 微调函数里面进行一下处理 这是选择二级区域的时候 选择二级区域的时候呢 我首先我的这个 二级区域的一个名称 然后再更新一下界面 最后呢我可以再进行一下数据的一个加载 这个真正加载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去加载数据 我这里只是模仿了一下加载数据这个操作 这里边呢 就是更新我们界面的时候 首先把我的一个button area 这里面的一个显示区域设置一下 headle 有吗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选中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 但是选择完之后呢 就给它恢复成恢复一下颜色 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button area是不是进行一个关联 这个button area就是那个按钮 错误看一下错误 把这里边有个单号 这里边 这样就是显示我选择的这个名称 进行一下更改 那这里边呢 那我们还需要把这个选择完之后 把我们的区域选择的一个 微有呢 给它放到后面 否则我们看不到效果 看这里边是黑色的 我选择完之后 接近一个数据的一个加载 再选择 这个颜色呢 这个颜色没有跟它对上啊 大家可以去对一下这个颜色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 区域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图 跟它的效果图做一下对应 他这里边 选择一下 这里边就是一个数据的加载 跟我们这里边的效果呢 其实是一样的 啊 这是我们一个多具区域的一个展示 基本上就按照我们这个步骤来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是一个实体操作啊 界面 然后就事件 将这些连接起来 啊 我们要区别好模块 这样我们就添加完一个 多具区域的一个展示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